翔君啊 今天打得算不錯 然後前面就不知道在幹嘛 還好你沒有找我啊 所以才會金牌對不對 不用指日可待 現代中華隊就是要靠 沒有 他現在就非常好啦 大家要指日可待什麼 他現在打了已經是 我覺得不要去管酸民獎什麼的 談一下前天嗎 對 在家裡看3對3 然後突然被我們緊急支援來 講了3對3的金牌戰 而且是真的拿到金牌了 有感觸嗎 對 還好你沒有找我啊 所以才會金牌對不對 不敢講 就是很高興 因為其實我一開始 也對3對3沒有那麼了解 然後後來因為接到這個消息說要來轉3對3 所以我在路上還問了我一個球員蔡正月 因為他原本是3對3培訓的球員 他就把整個規則告訴我 然後也希望我替在杭州的球員多加加油 結果我們就真的拿到金牌 我覺得非常難得的經驗 而且非常高興中華隊拿到3對3的金牌 那天看3對3有沒有覺得跟平常的5對5其實 相差起來蠻多的 就是因為很快速嘛 然後很熱血很快就結束了 其實我們球隊去年有 像史博恩他們有打3對3 我稍微看了一下 結果我覺得3對3不比5對5輕鬆 因為你這10分鐘裡面你球出手以後 球權轉換你馬上要出到3分線外 然後我看到中華隊這次找的就是 都是風險球員 然後沒有200公分以上 我後來終於了解他的道理 就是200公分以上你要這樣快速的折半 或者是說你要馬上能夠對位到3分線外 並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這一次我覺得中華隊的策略成功 找了三位中華隊 找了四位這樣類似的風險 然後能投能切 然後幫中華隊拿到很好的一個成績 我真的覺得3對3跟5對5差別非常的大 那其實今天我們的中華男人止步嘛 那談談今天這一場 沒有止步啦 還是有對 沒有到精彩戰 我已經覺得真的很棒 起碼先跟上一屆的亞運一樣 進入到了4強 那今天沒辦法拿到冠軍戰的門票 我覺得約旦隊的確在打完世界盃之後 跟中華隊我們可能跟他有一段落差 就像日本他的 我們昨天打日本 所有人都不看好我們 可是中華隊打出了非常好的一個內容 我們進入到了4強 那今天的比賽我覺得第一個 看得出來球員連續三天出戰 真的有點疲勞 再來就是 現在的約旦的先發五人 跟中華隊的先發五人 真的在打過世界盃跟沒打過世界盃 從這場比賽看得出來有一些的差距 那談談就是其實 控球算是中華隊的一個掌門嗎 但他們沒有帶到控球 那你覺得這次怎麼看他們的選人 我覺得先撇除說中華隊有沒有帶控球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中華隊在出發前有跟我自己帶著富邦 也是打過三場的練習賽 從第一場球到第三場球可以看得出 中華隊慢慢找到了控球員不夠這個事情 他們尋求了一些釋放跟警覺 因為其實富邦我們也碰過一樣的情形 可是我們就是把中線啊 或者過於要這些去轉到的後衛來 可是大家仔細看啊 現在在國際上的上面 包含今天約旦隊 他的控球員都190公分 那停牽達到了後衛 那我們今天是輸在三號衛 Jeffson的這種量 198公分 我們現在中華隊還欠缺 就是我們有190的後衛 停牽絕對可以勝利 那就是我們在三號衛上面 以前是有呂正如195 可是現在看到中華隊的三號衛 留陣192 現在對方都是在接近200公分的身材 然後日本隊也是 韓國隊也是 所以我覺得中華隊啊 在後衛上面可以提高高度 可是在三四號衛 三四五號衛上面 真的必須要有更多的人才 能夠培養出來的東西 那台下停牽好了 是不是覺得他指日可待 沒有他現在就非常好啦 大家要指日可待什麼 他現在打了已經是 我覺得不要去管酸民講什麼 他其實在中華隊就是現在 不是明日之星 而是現在中華隊基本上 就是要靠他能夠扛起這個大旗 因為我們都知道我們的內線 除了翔軍小鼎之外 我們可能必須還是有規劃球員的加入 今天約探隊也是啊 他也是有內線的規劃球員 Mbohanen 那我覺得中華隊其實好是好在 我們的後衛 本來就是後衛跟風險的上面 12號我也是中華隊覺得不缺的球員 那停牽這兩年包含出國念書 包含到CBA 所以他在中華隊現在的一步的過人 然後變數的動作還有他的投欄 而且最重要的是 自我要求非常的高非常的強 那我覺得他的心理處置上面非常的好 所以我覺得不用指日可待 現在中華隊就是要靠平前 你要不要彈一下翔軍 自己的子弟比 翔軍啊今天打的算不錯啊 然後前面就不知道在幹嘛 我對他要求是比較高一點啊 所以今天有看到兩個三分嘛 然後中距離 我當然是希望一中華隊真的非常欠缺大個子 他在身體的厚度 尤其在對方的心上面要更好 因為你出去還是要守對方的中風喔 不會因為你一百兩百公分 你出去就會鎖對方的後衛 不是這樣啊 所以你在 應該進去的對抗 身體的厚度跟強度跟力量上面 一定要更強壯才行 要不然你就要有小鼎的腦袋 要像小鼎一樣能夠傳球 所以我對他的要求 甚至對他的期望還是 對他的高 對啊 快要出在東超了 那有沒有在副方有些人用備戰 怎麼樣的備戰 我們都一直在備戰東超啊 那東超的部分就是 我們知道第一場對到前沿 他有附堅有數 那不管是附堅這個點 或者是他的洋將 因為我們在scouting裡面 發現洋將等級非常的高喔 就是先不要講個人能力 我們先講薪水這上面 都是我們的Double以上 那更別說他的能力 所以其實我們到沖繩7月份 就上9月初的時候 我們到沖繩去打量場的季前 就是交流賽 我們就發現日本的球風 現在跟他的國家都一樣 就打得非常的快 然後他的洋將就是內線 你的強度非常的高 所以我們先第一場是對到 附堅的千葉嘛 那我們能不能在主場先保護下來 因為我會覺得我們 整體的速度如果跟不上的話 就會很難打 那我們最近一直在要求 我們自己球隊的速度 要跟上日本隊 然後再看看我們能不能 在防守端上面 給他們不管是內線外線 就像昨天的中華隊 對戰日本隊一樣 我們能夠學習 這樣的一個打法 能夠讓我們在東超能夠更好的表現 那東超見囉 東超見 謝謝 我們今天平常會看到 我們應該在 rattling 裡面 就會一直在 desarroll 我們應該在你 PETER C , 感谢观看